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六点,焦点短打 我是主持人周杰盈 美国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 成为全球头号强国之后 更加肆无忌惮,粗暴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贸扣霸权,维护霸权,濫用霸权 事到如今,美国濫用霸权已经趋向极致 此强凌弱,考取豪夺 成为了世界舞台上最大的麻烦创造者 秩序破坏者和悲剧制造者 不过,美国霸权霸道霸凌的本质 一亿被世界各国看清楚 而它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 也已经开始慢慢反戏自身 开日中害己 乌克兰危机升级一年以来 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 除了一再突破红线 向乌克兰提供坦克、远程火箭弹等等 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武器 制裁手段更加涉及民生领域 包括对俄罗斯关闭领空 随后俄罗斯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 针对性地限制西方至少36国航班 在俄领空的飞行 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主动挑起这项制裁 再加上俄罗斯的对等反制 一石激起千层浪 到底俄罗斯领空对全球航空业有多关键 由国土面积来看 俄罗斯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土面积 达到1700万平方公里 横跨欧亚大陆 所以是连接欧洲到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纽大 也是很多国际航班的必经之地 在俄罗斯宣布关闭领空之后 售限国家的国际航班 包括美国的航空公司 必须要飞取到更远的航线 飞行时间和燃料都显著上升 导致到营运成本增加 原本想卡人家的帛子 结果反被对方反制 美国政客的巴导巴林 就由美国的航空公司买单 他们的生意正逐渐被亚洲竞争对手抢走 获得了更多前往和离开美国的乘客 据报道 美国航空协会估计美国的航空公司 失去的市场份额总计大约是每年20亿美元 协会更加直指 美国整体付出代价和重要市场的联系减少 高新航空业崗位减少 由此可见 这行制裁完全是一桩选人不利己的蠢事 更重要的是 由于不受俄罗斯反制措施的影响 中国的航空公司航线更多 票价更低 广受欧美乘客欢迎 美国一些政客当然眼红 所以早前一再敦促美国政府 要求中国航空公司前往美国的航班 不可以飞越俄罗斯领空 经过这些反华政客不断游说 美国政府也准备向中国动手 据传媒近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交通部草拟了一份禁令 要求中国赴美航班禁止飞越俄罗斯领空 白宫团队正是审议相关措施 预计无奈之后将会正式发布 美国政府不愿意由根本上解决问题 但就试图通过一道禁令 将其他国家拖落水 这个举动绝对是不折不扣的揽炒思维 美国绝对称得上是揽炒之国 近年来美方持续散布虚假信息 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 已经去到不顾脸面不择手段的地步 而TikTok过去几年火爆增长 已经成为美国政府一根眼中钉 在美国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加 包括一些政客担心美国用户个人资料 落入中国政府手中 呼吁禁用TikTok 近日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通过一项涉及TikTok法案 授权总统拜登全面禁止TikTok 用在美国所有设备 接下来在参议院表决通过的机会 亦都相当高 不过 美国封禁TikTok 最终会不会重演关闭领空 而被反制的情况呢? 值得注意的是 TikTok已经成为美国不少用户 小企业的经商工具 TikTok总裁周秀之 近日出席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 听证会前 公布美国本土每月活跃用户达到1.5亿 高过2020年公布的1亿个 亦即是增长了50% 而TikTok在2021年9月表示 全球每月活跃用户突破10亿大关 即是说 美国官方的打压、威胁 根本就挡不住TikTok平台的扩张 更重要的是 作为年轻选民的聚集地 TikTok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之一 而年轻选民的政治立场 通常偏向民主党 面对国会和多州州长步步进逼 现任商务部长雷蒙多 日前受访的时候 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忧虑 他担心 现在的美国政府 禁用TikTok 是不是已经成为政治问题 我担心 如果真的禁止使用TikTok 包含我在内的所有政治人物 将会永远失去35岁以下选民的那一票 明年就是美国总统选举之年 到底雷蒙多的忧虑最终会不会发生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不过奉劝一众正是跟随美国步伐 逐步无理打压TikTok的西方附庸 好自为之 这些霸道盲患的行径 完全违反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 伤害的不单止是TikTok 更加会破坏西方自身的营商环境 别将对西方经济 造成长远负面影响 更将害人害己 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留言、散好、订阅和分享给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 和大家焦点短打 我们明晚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